余振煌的委任律师在镜头前拿出诉状 走出台北地院会这么大阵仗 全是为了这件事而来 那林志坚先生至今也没有承认他是抄袭的 那所以我们只能以法律上面做一个提告 以保障余振煌先生的权利 8月出台大认定林志坚抄袭论文 但他始终没有承认 余振煌不忍了 和律师团队商量后罕见提出自诉 也就是直接透过法院 不仅避开侦查不公开限制 还能阅卷 知道林志坚怎么答辩在法庭上 直求对决 那证查不公开就会有很多限制 比如说大家没有办法 好好的公开透明的去检视 在诉讼过程里面双方所提出来的一些资料 那我们也是不希望说 这样一个侦查不公开 导致于这个大家都很关心 而且涉及到台大这样子一个 高等学术教育地位的案件 因为侦查不公开这几个字 然后就被吃掉 或者是就大家忽略掉 余振煌正式提告自诉违反著作权法 希望还给他公道和清白 也会考虑传讯桃源市长参选人 郑运鹏出面作证 除了向台大调资料之外 我们也包括说不排除传讯证人 包含在这个案子里面 从头到尾力挺林志坚先生的 郑运鹏先生 因为论文事件闹上法院 台大国发所学长学弟将对簿公堂 听别新闻无据嫌疏 佩宇黄俊伟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